就不难 一个人没有手要怎么写字 怎么吃饭呢 国际知名口族画家谢昆山 虽然因为意外失去了双手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愿自哀 反而以幽默开朗的态度 面对生活中种种的困难 他还以自己人生经验 鼓励许多逆境当中的朋友 要有心就能克服困难 用心克服生命难关 各位菩萨 让我们都来做个修行的发光题 佛书四十二章经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 产明人生有二十种困难 能够突破这二十种困难 就能够人格完整 福的智慧圆满 超凡入圣 依据四十二章经的教法 用功修行 做人做事 也能达到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的境界 我们依法修持 将受到时时处处都圆满 就让我们更努力 实现佛陀教法 愿大家听闻得福 读诵得乐 思维得慧 修行得安 我们依教奉行 就能时时处处 都圆满的吉祥 我们已经把佛说四十二章经 第十二章 佛说人有二十人 已经分享圆满的 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做一个三宝壁址 叫护齐三宝 第一个我们要多造佛像 代表佛陀的身体 第二个呢 复持佛陀的口液 那我们要多印经典 佛书去推广 第三个 复持佛陀的心 那是代表什么 舍利塔佛塔转经轮 所以希望各位呢 我们要发起大造 大型的转经轮 小型的转经轮 大小的舍利塔 来放置在任何地方 让大家有机会 接触到佛陀的教训 佛陀的心 来圆满佛陀的身口力 阿弥陀佛 生命基金会 目击菩萨大德的发心 共同供养佛陀身与你 专严世界进化人心 欢迎护持佛像 经典 舍利塔制作 华波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库民中华印经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山路来救 全家脱难 这是发生在1920年的 一个真实并且有些传奇性的故事 在一座大山下 一户李姓人家的儿子 刚刚举行了一场婚礼 按照当地的规矩 办完喜事的第六天 要祭祀祖先 到了第六天 李姓人家便在家中佛堂摆上了贡品 准备祭祀祖先 同一时间 在山上 一位猎人正带着猎狗 在追赶一只山路 小黑 快追 别让那只鹿跑了 哼 这只鹿跑到山下了 那也更好 没有山林 看他还能往那躲 小黑 我们快追 这只山里 飞快地跑下山 而猎人和猎犬 几人在后 过没多久 山路无处可逃 便跑进了李姓人家 躲在供奉祖先的供桌下面 按照村里的规矩 媳妇过门第六天 是要祭祖的 来 你给祖先上炷香吧 嗯 好的 啊 有只山路跑进来了 啊 奇怪 这只山路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 小黑 快 山路他跑进 这户人家的家里了 他在那里 哈哈 这次看你 还能往哪跑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老先生 我的山上 追赶这只山路 谁知道 他竟然闯进你家 请允许我将他带走吧 我说这只鹿 怎么会跑进我家呢 原来 是你在后面是你在后面追赶他啊 是啊 我追了他好久呢 请你们让我将他带走吧 新娘觉得这只山路在他祭祖上香的时候跑进来 并且躲到供桌的底下 或许这只山路 或许这只山路跟他们有缘 因此他希望不要让猎人带走山路 公婆 我们正在祭祖 这只山路就跑了进来 也许这只山路 与我们一家有什么姻缘 因此我们一定要救山路啊 有道理 这位先生 这只鹿跟我们家有缘 你就放过他吧 放过他 这怎么可以呢 我可是追了他很久呢 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放过他呢 这位先生 这只鹿跑进了我们的家 这是缘分啊 我们不能让你把他带走杀掉啊 他之所以跑进了你们家 那是因为我追赶到你们家的缘故 不过你们可以将这只鹿买下来 不知道你要卖多少钱啊 只要你们给我二十块银元 这只鹿就是你的了 啊 二十块银元 太贵了呀 我迎娶师父 全部才用了十五块银元 二十块银元 天哪 这也太贵了 你们如果嫌贵的话 就把山路给我 又不是我逼着你们买的 你这是趁机敲诈我们呢 算了 你把山路带走吧 就是嘛 你没有他也没有用 不行 你不能把这只山路带走 公公婆婆 这只山路为了逃命 而躲进了我们家 这就是跟我们有缘啊 我们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带走 而丢掉性命啊 可是二十块银元的价格也实在太高了 我们和他商量看看 是否能算便宜一点 先生 十块银元可以吗 不要再跟我讲价了 最少十五块银元 媳妇啊 我们家娶你过门 已经花费了十五块银元 现在我们哪里还能再拿出十五块银元呢 您爱为老人家同意买路的话 我愿意将陪价的十五块银元 全部拿出来买路 好吧 既然你有此善心 我们也就答应了 谢谢 现在这只路是你们的了 小黑 我们走啊 猎人离开后 媳妇从供桌下叫出山路 山路 没事了 猎人已经走了 你可以出来了 好了 没事了 你可以回到山林了 新娘用十五块银元救山路的消息 很快地在村子里传了开来 左邻右舍都取笑新娘太傻 竟然会用这么多钱买个笔书 老婆 最近村里的人都在议论你 说你花了那么多的钱 买了一只鹿 却又把它放掉了 实在可惜啊 随他们怎么说 这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做的并没有错 转眼间 两年过去了 新娘已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 孩子刚满周岁 新娘推着婴儿车 在院子里陪着孩子玩耍 就在这个时候 两年前被新娘放生的那只山路 突然闯进了他们家院子 咦 这不是两年前的那只山路吗 你怎么又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山路突然用头引住了婴儿车 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不好了 山路偷走了我的孩子 快把孩子还给我 老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老婆 快 快追上那只鹿 他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啊 李先生那家人 见山路偷走了孩子 便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 就在一家人追着山路到屋外后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回头一看 只见屋后的高山滩落 将他们的房子完全掩埋了 原来 山路为了报答新娘的救命之恩 便用了这种办法 引诱他们一家人逃出屋子 山路见目的达到 便将婴儿车放下 转身离去 如果不是这只山路 今天我们全家 就会被山石活活压死啊 对啊 那只山路今天是来报恩的呀 家住乡村的徐先生 为了善良 他经常设处一些 无家可归的流浪高 徐先生 你刚忙完回来啊 是啊 刚回来 徐先生 你怎么又带回一只狗啊 这不会又是路边捡的流浪狗吧 是啊 这只狗被主人遗弃了 我发现它的时候 它瘦得不成样子 正在垃圾桶里找东西吃呢 我见它可怜 就把它带回来养 徐先生 你已经收留多少只狗了 有三四只了吧 不 应该有五只了 天啊 五只狗 这么多的狗 每天需要的食物可不少啊 而且还是五只 徐先生 你赚钱也不容易 何必要收留这么多狗呢 狗是非常通人性的 当我看到它们挨饿受冻 受伤生病的样子 我没办法丢下它们的苦 徐先生 您真是菩萨心肠啊 没有了 换成是你们的话 你们也会这样做的 狗狗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呢 我要赶快回家了 家里还有四条狗 等着吃饭呢 徐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啊 小家伙儿 我们到家啦 别怕别怕 那是你的新虫犯 你是我家的第五只狗 以后 我就教你老五好了 老大 怎么样 饿了吧 我马上弄饭给你们吃 老五以后 也是你们的同伴 你们可不能欺负他哦 知道吗 慢慢吃 这是你们今天的食物 我要出门工作了 晚上才会回来 你们要好好看家哦 要乖哦 徐先生农贤时 会到工厂去打零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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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